把这边刮掉 这边也有一个橙色,橙色是代表输出的口 只要把输出的口设定在右边 由于人手放进去,所以最重要是右边设定输出就可以了 然后这部机,我们要设定左边输入,即是蓝色 就是这样 好了,我现在最简单的试试给大家看 我把输出,放进去 现在开始帮我磨粉 磨完粉之后,粉已经不见了 因为已经自动进来这一边了 那我就自动可以得到两架输出 完全将这个工序自动化 不过我觉得就这样给大家看都不够全神 我想让大家看得更加开心 怎样看得更加开心 我就想做一条管道 这条管道可以令大家 非常之容易,非常之方便地看到这些矿物的运输 我现在就将它放进去 放进去 先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 我放进去 我放过一格 让大家看的时候会容易理解一点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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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管道如何制作呢 今集立刻展示给大家看 就是Pipe Pipe 然后就是Cobblestone 我们使用Cobblestone的TransportPipe 这是比较容易制作的 很简单 玻璃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用这一种 虽然它传送的速度是比较慢 不过都可以的 因为材料够简单 将这些管道放进去 大家看看它会自动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我们这部机其实还可以做多样东西 我们有个简单 这一边是输出口 即是这部机的右边 我可以直接把这些管道连接到我的箱 这样就可以变成我的箱 自己把矿物放进我的箱 直接连我自己拿出来的步骤也不用 既然是这么正 我现在的旧式Furnace 我就在拆一些 不要太多了 试一试给大家看 这个火把 放在这边 暂时很糟糕 放在这里 我再把它修饰一下 在镜头前面 我不做太多修饰的工作 这些矿物我已经放在这里 为什么有些磨了粉的东西 都放进去 可能是我自己忘记了 好 暂时就这样 我现在会把一些鲜 放进去 然后 这个箱里面 我先拿走一些鲜 以免灰 扰乱大家 一会儿 应该里面都没有了 其他也不是鲜 现在 我把一些鲜 放进去 我们的鲜 放在 8件 然后 磨好粉之后 它就会 大家记得 自己全是这部 然后这部 就会亮 灯 它自动 得出矿物 2件 慢慢通过这部 机器 就是这样 慢慢通过这部 机器 通过这部 管道 现在是比较慢 但没办法 因为这部管道 比较便宜 但是 可以把整个工序 自动化 既然这么好 不如 多放几件 然后 它就会自己 放进箱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玩工业模组 大家看看 这里 2件 3件 超级正 不如全部放进去 全部由得它慢慢烧 而且有时候用 泡沫 用矿物 将它磨成粉 它会得出一些副产品 这次就会 很棒 这个副产品 我们也要处理 因为如果它下一次 再磨到一些新的矿物 然后它又得出一些副产品 它会有机会 这部机会继续不动 这个副产品 它是黄色这一格 那我们如何将副产品 使它拿走呢? 我暂时就 看看有没有箱 没有箱 箱就 放在这里 先做箱 好了 然后 这个箱 我是不喜欢这个箱的样子 我将它变成 旧的样子 我将箱放在这里 这一格是橙色的 我要将这一格橙色 设定成 黄色 然后放箱 这样 这样 这些副产品 下次出现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我 将它放在这个箱里 不是啊 好像箱是 箱是一定要 用管道的 不要紧 我们再做一做 把箱 用这个方法 放进去 放进去 那它下一次再有副产品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将这些副产品 放进箱里 这样就可以 令到这部机 不断运作 不会卡住 在这里 哇 这里它已经是 不断地和我 燒一些 SILVER 47 完全是散却我 一些人手工序 非常之好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 製作了 WESTONE FANTAS 以及一些管道 全程把我们的机器 利用机器 去自动化 一些人手工序 唉 这就是WESTONE WISE 我为什么 那么喜欢 去玩的原因 好了 那我们下一集 回到 再继续 玩其他的机器 好了 就这样吧 拜拜